现在做什么生意最转天 在咱们苏县有一家少龙虾的店 每年龙虾忘记的时候 都能赚上百万 大家好我是唐光泽 在咱们苏县水间的龙虾少得要吃 月开的龙虾 咱们来看它的配方 算你龙虾怎么上它 走 我搭把我搭了 算了龙虾 少个二三斤 两斤还是三斤 三斤吧 假的面书人 假的事 老板自己给你摄影怎么样 走 我带你出去看看走 你看这儿 不管现在的剩余能力好 这家店的老板呢 都是捡吃 用豪虾 用豁虾 龙虾全不是挑选一粮以上 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的 说实话 我当时见到这个龙虾 以为是死虾 你确定是能翻过来 那一会儿都翻过来了 一会儿都不一样了 你看 一会儿就翻过来了 老板 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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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只虾的重量都在一粮以上 老板说放在水里面 十分钟过后 也能活过来 这个时间 准备一下蒜和大蒜 首先咱们需要大蒜和生姜 提前清洗干净以后 生姜直接切成小块 配比是半斤的生姜 凉劲大蒜 再搭配上150克左右的泡椒 加一斤的清水 用料理机将它打成蒜蓉 接下来咱们点火起锅 开大火将锅肉的水分烧干 少蒜泥东西切记不要用铁锅 老板用的是不锈钢的锅 为了食汤汁烧出来警方 少蒜泥东西一定要用菜籽油 菜籽油烧热以后 再加入一勺煮油增加香味 油热以后 加入提前挑制好的蒜泥 港菜的配比呢 可以少两份 用小火将它慢慢的炒香 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果底的火候 不要把它炒糊了 蒜香味炒出来以后呢 我们加入一勺清水 再配上一瓶啤酒去性增强 这些调料全部操作好以后 董妹的龙虾已经豁过来了 漂亮 每一只下都是豁的 而且肉质非常的饱满 鸡皮 清洗干净以后 直接倒入锅中 大火先煮至定心 随后挑味加入水溫烟增加底味 再加入适量的白汤 提现增味 再来点味精提现 怕吃味精中毒的 可以不要给 味道挑好以后 咱们开大火煮10分钟 再灌火撒发小葱 在里面泡15分钟 因为这个龙虾大 一定要泡才能入味 泡好之后呢 就可以出过程度攀重了 就这样一份蒜蓉龙虾 你们觉得多少坚持 你能接受 你多少苦 又增加苏